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来到Mistaga的西北角 我们这个小区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小区 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一套房产 它其实是一个边角单位 就政务中间的边角单位 它在实际使用中是更接近半独立物的 因为我们右边并没有邻居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套房产里面的情况 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正屋的里面 应该还是主人还是十多的 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的右边是一个powder room 就是常规尺寸 一个洗手池 一个坐侧 然后往前走是一条直廊 右边是上二楼卧室区域的楼梯 待会我们再上去看 看得出来它是刚装修完没多久 这个房型我其实也蛮常见 我们左边是厨房 可以看得到它新装修 然后我们的这个countertop 台面是分两边的 所以这个放食材的空间还是比较多 橱柜也是新装修 这样的话它这个通道还是足够宽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妈妈经常说一个人在做饭的时候 另一个人要过得去 那它这个是能够达成这一点 所以台面不错 然后空间不小 然后材质也是新装修的实营室 然后呢我的在前面呢 就是这个正式的这个用餐的区域 这道房子还有一个地方好呢 就是它的背面呢 实际上没有邻居 是一个小的公园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的安静 我的用餐区域的左边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 面积还是不错啊 非常的工整 可以看得到是一个举行的结构 跟我们这个餐厅呢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合 然后我们现在正对面呢 就是我刚刚进来的那个入口处 所以我们一楼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站这里再回顾一下 我们的这个客厅 对着我们的这个后院 然后左边呢 是正式的用餐区域 然后用餐区域 刚才过来的地方呢 是厨房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后院 并没有装柵篮 但是直通的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个街心公园 我觉得这点肯定是加分的 很不错 好 这是一楼的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上二楼卧室区域的情况 它是一个左右分开的结构 我先从左边看齐好了 这边呢 这边呢 是第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还是挺大的 有可能是主人房啊 一个横向的结构 双人床 两边大量的面积 放床头柜 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宽的 这个sitting area 然后一个非常大的滑门的衣橱 好 这间房间呢 倒是没有卫生间 但面积非常的大 就轻松 可能18 20平米 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卫生间 面积不错 有一个带领域的浴缸 然后呢 对面 二楼的对面呢 有两间小一点的卧室 这间大概是个 12 3平米的样子 后面有衣橱 面积不小 然后这边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个后院 对的是步道和街心公园 这个我自己个人 还是蛮看重 这个 它所在 所居住的这个环境 比较安静 然后跟它 并列 同侧 另一间卧室 大小差不多吧 可能11 2平米的这个样子 也是刚才的那个步道 这些新发源 不错 这个环境非常的优美 装修的也觉得让人挺舒服 不大 但是非常的规整 最后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个我们地下室 地下室这样看来呢 也是做掉了的 铺的现在是地毯 洗衣房 在这个位置 并列放置的洗衣机 干衣机 还有一个水槽 好 然后呢 这里就没有 没有什么名窗了 因为它基本上 全嵌在了这个下面 但是空间还是很有啊 我现在可以看到 主人家把它 利用起来 做了一个小的健身房 和一个工作区域 那么这是这套房产的情况 今天的看房到此结束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房产类型和价格区间 欢迎您联系我 由我为您搜索 带您看房 或远程视频拍摄 完全免费哦 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